5.解脱利益 解脱之定义 所谓的解脱就是指脱离轮回这个大苦海 获得声闻、圆觉、圆满菩提其中任意一种果位 2.解脱之分类 分2 1.能获解脱果位之因 2.三菩提之果 物1.能获解脱果位之因 从人身难得开始 以四种厌世心的修法调顺自相续 然后再从一切圣道的基石归一开始 直到圣道正行完全圆满之间 每一个修法都有各自的功德 前面已经讲述了 后面还要讲 这就是解脱之因 物2 三菩提之果 无论获得声闻、圆觉、圆满菩提三者中任何一种果位 都是寂静清凉的 因为已经脱离了轮回痛苦的侠道 我真是喜不自尽 尤其是如今我们遇到了大乘佛法 理所应当唯一希求圆满菩提 精进奉行实善 修四无量、六度、四净律、四无色、二指观等一切法门 并以加行发心、正行无缘、后行回向三叔圣摄持而实地修行 解脱利益之引导中 六 一指上师 禀六 一指上师分二 一 一师之必要 二 一师之次第 一切佛经、续部、论典中从来没有提过不一指上师而成佛的历史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可以看出 通过自我造就以及有胆有识而升起五到十地功德的人一个也没有 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众生 对于邪道倒是很有道义 而对于解脱与辩知的圣道 却犹如无依无靠的盲人 迷失在空旷荒野中一般知之甚少 而且从来没有不依靠商主 而从如意保周中取保的例子 因此说 善知识和好道友是解脱于辩知圣道的真实向道 我们务必要毕恭毕敬的医治 丁二 医师之次第 分三 一 观察上师 二 医治上师 三 修学上师之异行 悟一 观察上师 凡夫人本来就很容易随着有伴等暂时的外缘所改变 所以我们在何时何地都需要医治粮食一友 打个比方来说 普通的一节树木落到马拉雅山的檀香林中 经过数年之后就会熏染上山檀木的庙香 结果 这节普通的木材也自然散发出芬芳的檀香味 同样 如果医治一位具象的高僧大德 久而久之也会熏染上他的功德妙江 所作所为也都变成他们那样 如至卑光尊者在功德藏中说 如马拉雅树林中飘落普通一节目 枝叶滋润出妙香 医治上师随行笔 如今正处在五着恶事 当然 众多续部宝典中讲的所有法相样样俱全的上师 实在是难以寻觅 但一般来说 可以医治的上师必须具备以下这些功德 一 相续清静 从来没有违反过外别解脱界 内菩萨界 与密称三昧耶界 二 广文博学 通晓经绪论典 三 具大悲心 对无边众生就像母亲对独子般慈爱 四 通达显密 精通外三藏 内密四续部的仪轨 五 现前断正 依靠修持实义 于自相续中现前殊胜的断正功德 六 圆满四摄 以布施 爱与 同行 共事 四摄法 摄受聚善缘的弟子 如《功德藏》中说 圆满诸圣法相者 着势力 智固难得 三界清静之大地 多闻大悲 润心絮 精通如海 显密遗 断正 敬会 朔果风 四摄鲜花 其争宴 善缘弟子 如风聚 尤其是宣说 密宗金刚秤 甚深翘绝要点的上师 必须具备一切 续部宝典中 所讲的下列条件 一 获得不间断 能成熟的灌顶 成熟相续 二 没有违反 灌顶时所受的誓言 和其他戒律 静持律仪 三 烦恼和分寸 三 别念微弱 相续调柔 四 精通密宗金刚秤 积道果的一切续部异议 精通密宗 五 念见本尊等 一修之相 都以尽善尽美 一修圆满 六 限量证悟 实相之意 解脱相续 七 心相续周遍大悲心 为求利他 八 断除了今生世间的贪值 琐事鲜少 九 为了来世精进 意念正法 精进修持 十 现见轮回的痛苦 升起强烈厌离心 并且劝勉他人 生起厌离 厌世劝他 十一 以各种各样 善巧方便 设受调伏弟子 设伏弟子 十二 依照上师的言教行持 具有传承加持 具有加持 我们应当医指这样一位上师 如《功德藏》中说 尤其宣讲俏诀诗 得惯境界及寂静 通达积道过蓄意 念修圆满正自解 悲心无量 唯利他 精进念法 所是少 极具艳离 亦劝他 善巧传承 具加持 依如事师 速成就 再讲讲与上述相反 应当舍弃的上师像 本来自相续中 没有文思修的少许功德 却自以为 我是某某上师的儿子 或者贵族子弟等 种姓方面 已经胜过其他人 并且 现在我的传承 也是如何如何 这简直就像婆罗门 世袭相传的门第观念一样 或者 虽然具有少分文思修行的功德 但并不是以 希求来世的清静心来修持 而是担心自己在某处 失去上师的地位等 所作所为 只是为了今生目标的上师 就称为如木墨之上师 还有一些上师 没有能力调伏弟子的相续 自己的相续 也与凡夫人没有差别 根本不具备丝毫的特殊功德 可是其他一些愚笨之人 盲目轻信 不经观察 而将他捧到高高的位置上 这时候的他 自相续被名文立养 改变得面目全非 骄傲自满 目空一切 对正式的功德 视而不见 这种上师 就叫做如井蛙之上师 据说 从前有一只年迈的青蛙 长期居住在井底 一天 大海里的一只青蛙 来到他的面前 井蛙问 你是从哪里来的 海蛙回答 我从大海来 井蛙问 你的海有多大呢 海蛙说 大海非常非常大 井蛙问 那么 有我这个井的四分之一大吗 海蛙连连摇头 远远不止 井蛙又问 那么 有没有他的一半大 海蛙还是边摇头边说 不止 不止 井蛙继续问 难道 有这个井这么大吗 海蛙依旧重复着前面的话 不止 不止 井蛙不相信地说 不可能有那么大吧 那么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于是 两只青蛙一同前去 当见到大海时 那只井蛙顿时昏厥 头颅崩裂而死 再有 上师他自己从未医治过智者上师 也没有精进修学精绪 孤陋寡闻 内心烦恼粗重 不具足正知正念 致使违犯戒律 破坏誓言 相续比凡夫人还低劣 而行为却像大成就者一样 言谈举止高如虚空 嗔恨和嫉妒心十分强烈 断掉了慈悲心的吊索 这就是所谓的如疯狂向导之上师 将弟子引入邪道 不具备胜过自己的点滴功德 远离慈悲心菩提心的上师 称为如盲人向导之上师 他们不懂得打开取舍的双眼 如功德藏中说 犹如凡智护门乏 顾律师毁自地位 闻思非为来世果 犹如木墨之导师 虽与凡夫性不为 愚者起信至高位 获得力养心傲慢 犹如井蛙之上师 孤陋寡闻破律式 心列行为高如天 折断慈悲之调索 若依狂师增罪恶 犹依无圣己功德 无有悲心凝生师 如依盲主大错误 欺诈相伴飘暗处 乌金莲花生大士也说 不查上师如引毒 不查弟子如跳崖 上师是我们生生世世的归一处 也是开示取舍道理的导师 如果没有经过慎重观察 不幸遇到邪之时 信士一生的善姿都将葬送在他的手中 使以德的侠满人身白白的虚度 比如一只毒蛇盘绕在树下 某人误认为是树影而前去乘凉 结果被毒蛇害死 如功德当中说 若为详细观察师 毁坏信士善资良 亦毁闲暇如毒蛇 误认树影将受欺 因此我们一定要详详细细加以观察 正确无误地进行辨别之后 才能全心全意地医治一位 具足前面所讲这些功德的上师 从此之后 恒常对上师做真佛想 这样 一切功德无不圆满的上师 就是十方诸佛大悲于智慧的本体 他们只是为了利益所化众生 而显现人的形象 如功德当中说 圆满德相之上师 诸佛智慧大悲体 所化前现世夫相 西地根本即无上 如此殊胜的上师 为了引导所化终生 在时的一举手 一头足等行为 好像与所有的普通人一模一样 但是从了意上来讲 他们的密意始终安住在佛陀的境界中 从这一角度而言 又与一切世人截然不同 实际上 上师的任何所为 都是顺应 所化众生相续 具有密意的行为 超凡脱足不同寻常 他既能善巧解除弟子的重重怀疑 也能忍耐弟子的一切邪行和忧心劳身 宛如独子的慈母一般 如功德藏中说 不了意随一切众 了意相为诸众生 具密意故圣有情 善遣疑 任忧邪行 可见 具有一切德相的上师就像大船 能救度众生脱离轮回大海 他如商主 能无物指示 解脱于变知佛果的圣道 他如甘露雨 能熄灭夜与烦恼熊熊的烈火 他如日月 能潜出重重的无明黑暗 现出朗朗的正法光明 他如大地 能容忍弟子忧心劳身及一切邪行 渐行广博无所不包 他如结波树 是今生于来世 一切功德利乐的来源 他如妙平 成为不可思议 诸秤宗派一切意愿的宝库 他如摩尼珠 住在随心所欲 西 增 怀 珠 四种事业大海的源泉中 他的慈心犹如父母 对于无边无际的一切众生 无有亲疏爱憎 一视同仁 他的悲心好似河流 对于普天之下的云云苍生 广泛怜悯 尤其是对无依无护的苦难友情 更是迫切悲悯 他的喜心宛若山亡 不为嫉妒之心所转 不为实质之风所动 他的舍心恰似羽云 自相续不被贪嗔所扰乱 如功德藏中说 解脱有海如大洲 无弥圣道真商主 灭夜或火 干露雨 浅无明暗等日月 囊阔诸秤如大地 利乐圆如结波树 圆聚法库如妙平 上师胜过如意宝 平等爱众及父母 悲心广怯等河流 无便弃心如山王 无乱舍心如雨云 从大悲心与加持方面来说 上师与诸佛相同 与上师结上善缘者 即生便可成佛 结上恶缘者也有断绝轮回之日 如颂云 如是上师等诸佛 亥比一入安乐道 何人正信 一只是降下一切 功德与 物二 一指上师 观察完上师之后 接下来就是一指上师 那么该以怎样的方式 一指上师呢 正如《华言经》中所说 善男子 如应对自己起病人想 按照这其中类似的寓意说法 我们要向重疾缠身的病人 一指善巧的名医 行在恐怖路途的旅客 一指勇敢的护送者 遭到怨敌强盗野兽等恐怖危害时 一指解救危难的友伴 去海中宝州取宝的商人 一指商主 想到达河对岸的船客 依靠舵手一样 要摆脱生死烦恼的部位 必须要一指具有救护力的上师善知识 如《公德藏》中说 如病医医客医护 不畏医友商医主 诸成舟者医舵手 未生死或当医师 作为弟子所要具备的条件 一 精进大凯 纵遇生命危险 也不违背上师善知识的意愿 二 智慧极尖 心情不会因为暂时出现的违缘 而改变 三 成事上师 要有赴汤蹈火成事上师的精神 也就是不惜生身性命 为上师办事 四 依教奉行 上师所说的任何教授 言听计从 将自己置之度外 这样的人 单单依靠对上师的虔诚敬信 必将获得解脱 如《公德藏》中说 清进大凯 会及间 不惜生命做成事 谨遵师命不护己 唯以尽信得解脱 身为合格的弟子还要具备 将上师视为真佛 具大信心 了知上师善巧方便行为的逆意 具大智慧 能够受持上师所宣讲的一切正法 广闻博学 慈爱那些无依无户 受苦受难的众生 具有悲心 恭敬上师所传授的律仪和三昧耶界 敬户敬戒 深与意 寂静调柔 三门调柔 内心能容纳上师及道友的一切行为 宽宏大量 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毫不吝惜的全部供养上师 慷慨大方 内心很少出现不清净的分别恶念 具清净观 如果造了恶业 立即想到 我的这种恶行必定会受到正式大德的羞辱 具惭愧心 我们务必要具备这些优点来医治上师 功德藏中说 具性慧闻大悲心 恭敬戒律三门条 宽宏慷慨 敬相馈 再者 作为一名弟子 时时刻刻中 所作所为 要随顺上师的心意 万万不要做出违背上师意愿的事情 必须严加防范 无论上师如何严厉喝泽制裁 既不怒气冲冲 也不怀恨在心 犹如驯服的两码 因为上师的指派等 而来来往往也不厌其烦 犹如传罚 能够承受上师所吩咐的一切好事坏事 犹如桥梁 能够忍耐一切艰难困苦 严寒酷暑 犹如铁匠的铁针 对于上师的一切严教 唯宁侍从 犹如奴仆 断除我慢 常处卑微 犹如扫帚 舍弃娇慢 恭敬众生 犹如断脚的牦牛 这些都是华言经等佛经中 所讲的一指上师的方法 如公德藏中说 吉护上师聚善巧 历斥不称如梁居 来去无厌如传罚 犹如桥梁 成贤烈 犹如铁针 忍寒热 依教奉行 如忠仆 断除我慢 如条肘 舍交慢 如断脚牛 弃经所说 依施法 而且 我们要以三种成事 令上师欢喜 其中 上等成事 为修行供养 也就是 以坚韧不拔的精神 历经苦行 滋滋不倦的 实地修持上师 所传的一切正法 中等者 以身与意成事 也就是 自己的身与意 侍奉上师 为上师服务 下等者 以财物供养 也就是慷慨供养 饮食受用 等等 我们要通过以上三种方式 令上师欢喜 如功德藏中说 若有财物供上师 身与恭敬 成事事 何时一切 亦不悔 三起之中 修罪圣 上师的行为 变化莫测 没有固定性 无论上师的举动怎样 我们都要认识到 那是善巧方便的行为 唯一观清静心 从前 大智者纳若巴 已经获得了大成就 后来 有一次本尊告诉他 你生生世世的上师 是圣者 帝洛巴 你应当前往印度东方 纳若巴尊者听到此话 立即启程奔赴东方 由于对帝洛巴上师 到底住在何处 没有搞得水落石出 他便向当地的人们打听 结果 他们都说不认识 他又问 那么在此地 还有没有谁叫帝洛巴呢 人们回答说 有个已行起为生的帝洛巴 大家都叫他 乞丐帝洛巴 纳若巴尊者心想 大成就者的行为是不定的 很可能就是他 于是继续刨根问底 乞丐帝洛巴住在哪里 人们告诉他 就在那边正冒烟的破围墙内 他大不留心地来到那里 帝洛巴尊者果真正坐在此处 只见他面前放着一个木盆 里面装满了混在一起的死鱼活鱼 他从中取出一条鱼 放在火上烧烤完毕就吃了起来 接着谈一声响指 纳若巴上前顶礼膜拜 请求射受 帝洛巴尊者问道 你说什么 我可是个乞丐呀 经过纳若巴再三诚心诚意 恳切请求 帝洛巴尊者才射受了他 事实上 帝洛巴尊者并不是由于饥饿难耐 实在得不到食物才杀鱼的 而是因为那些鱼是不知取舍道理的恶业众生 他具有超度他们的能力 为了使之于自己结上缘才吃鱼肉的 然后将他们的神识揭引到清净岔土 同样大成就者萨扎哈巴曾经显现为弓箭手的形象 夏瓦热则现为猎人的身份等等 在印度圣地 多数成就自在者都是以下剑种性等极其低劣的姿态出现 所以我们对于上师的任何行为都不能视为颠倒 需要唯一观清净心 如功德藏中说 诸行不应生邪见 圣地数多自在者 显现列种恶形象 恶劣之中极恶劣 相反 如果将那些形象看作是颠三倒四的邪行 而观为过失的话 就像所谓的久半于佛意见过一样 意思是说 就算是佛陀也会有人去见他的过失 往昔 世尊的兄弟善清比丘 在二十四年中当佛的侍者 对于十二步了如指掌 完全可以倒背如流的传假 可是他将世尊的一切行为都看成是欺狂之举 心想 除了有没有一群光的差别外 我们二人完全相同 生起这种邪分别念后 他说 二十四年未辱仆 除身具有一群光 知马许得五未见 知法我圣不为仆 说完就扬长而去 当时 世尊的侍者阿难请问佛陀 善清比丘将来会转生到何处 世尊告诉他说 善清比丘现在只有七天的寿命 死后将于花园中投生为恶鬼 阿难来到善清比丘跟前 将世尊所说的那番话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善清比丘暗想 有时候他的谎话也可能是真的 不管怎么 这七天中我还是要谨慎行事 等七天过后 我再好好羞辱他 于是他在七天当中水米未尽 到了第七天的早晨 他感到口干舌燥 于是喝了一口水 没想到水未消化而气绝身亡 死后在花园中 投生为一个具有九种丑相的恶鬼 当我们将殊胜上师的行为 看作过失的时候 就要在心里自我谴责 这绝对是我自己的心识 眼识不清净所导致的 上师的行为 根本不会有一丝一毫的过失或缺点 从而对上师更加生起信心和清净心 如《功德藏》中说 自己未调自心浅 迷乱观察无量罪 善心精通十二步 见诗行为狡诈相 善家思维改自过 此外 假如书圣上师表面似乎对自己特别憎恨 大发雷霆 我们也切切不可气急败坏 心里应当这样想 上师一定是看到了 我的某种过失才如此这般责骂于我 上师观察到以严厉喝泽方式调服自己的时机已到 才这样进行调化的 等待上师心平气和时 再到上师面前做忏悔等 如《功德藏》中说 倘若上师献愤怒 见己过失 喝则调 时机成熟 应忏悔 如是智者 不着魔 平日里 自己在上师身边的过程中 也必须恭恭敬敬 如理如法 当上师从坐上起身的时候 自己绝不能依然如故的坐在座位上 而要毫不迟疑的站起来 上师安坐之时 要向上师请安问候 在观察时机供养香和上师心意的用品等 上师行走的时候 自身随行也是一样 如果走在上师的前面 后卫就会对着上师 所以绝不能走在上师的前面 倘若走在上师的后面 也会有踩上师脚印的可能性 因此也不能走在上师的后面 假设走在上师的右侧 又会处在首席之位 为此更不该走在上师的右侧 而应当在上师左侧稍后的位置 恭敬随行 假如在路途中 遇到一些危险地带 或者担心有恐怖事件发生 请求上师开许后 走在前面也无妨 对于上师的坐垫和秤迹也是如此 绝不能任意踩踏上师的坐垫 乘坐上师的车辆等 也不应粗鲁猛烈开关上师注射的门 或者用力敲门等等 开门关门时 动作一定要轻缓 在上师面前时 必须断除身体上的弄姿作态 表情上的嬉皮笑脸 或者愁眉苦脸等 而且口中的一些欺人之谈 未经观察的胡言乱语 细耍玩笑等滑稽之语 以及没有意义 没有关联的无稽之谈 也要一并静止 应该怀着敬畏之心 杜绝满不在乎的心态等 言谈举止 必须做到温文尔雅 寂静调柔 功德藏中说 上师起时莫安坐 坐时问安共受用 若行莫随前后诱 踏垫坐秤等折服 切莫猛力敲尸门 舍弃弄姿笑怒容 妄乱玩笑无关语 三门寂静而医师 假设有其他人心怀嗔恨 恶口谩骂上师 自己绝不能与他为友 当然 如果自己有能力制止他们的邪见和诽谤等 还是尽可能的加以制止 倘若实在无能为力 也不应和他们畅所欲言 如功德藏中说 立马称恨上师者 不应为友 尽力指 畅所欲言 增大罪 施毁一切 诸誓言 再者 对于上师的眷属 和金刚兄弟姐妹们 也要同样恭敬 无论相处的时间 有多长 都毫无厌烦之心 始终如一 和睦友好 就像腰带一样 在日常生活当中 不管遇到任何事情 自己都要放下架子 与他人来往和谐融洽 就像食言一样 即便对方对自己恶语重伤 无理取闹 或施加难以承受的压力 也应当尽力忍耐 就像柱子一样 所以 对于道友 要和睦相处 恭敬一指 如功德藏中说 和睦相处 如腰带 融洽交往 如食言 极具忍耐如柱子 亲近诗卷于道友 物三 修学上师之异行 这样一指上师的 一切方法已经明确之后 就要像天鹅与蜜蜂一样 受持上师的蜜意 比如 栖身于圣庙水池的天鹅 不会搅浑池水 而是在其中 轻盈嬉戏 尽情享受 蜜蜂飞旋在花丛之中时 不会损坏花的色香 而是吸取精华后 便悄悄离去 同样 我们一定要不辞辛苦 不厌其烦 不折不扣地 依教奉行 来受持上师的义去 也就是说 依靠自己信心 与毅力的进取因 将殊胜上师 心相续中 一切文思修行的功德 如同从一个标准评 侵入另一个标准评中一样 融入自己的相续 如功德藏中说 如依圣持之天鹅 密封品尝花之味 横食相处 稀其行 无有皮眼 持诗意 信心进取 得功德 当书圣上师 奉持菩萨行 而积累广大的 福慧资粮时 如果自己也加入到 他们的行列中 哪怕只是发心 供养 微薄的财物 受用 或身语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甚至包括心中随喜 在内而同行 那么依靠大德的 无上发心力 所得的善业资粮有多少 自己也将同样获得 比如 从前有两个人 一起前往拉萨 一个人除了少量的豆粉外 没有其他口粮 他将少量的豆粉 放入另一个人 许多金白 粘巴中 混合一起 过了几天 有许多粘巴的人说 你的豆粉 差不多该用完了吧 我们去看看 有没有用完 然后两个人去看 结果发现 豆粉仍然没有用完 这样看了好几次 豆粉一直没有用尽 最后只好与所有粘巴 一起吃完 同样的 无论别人做任何善事 自己仅仅通过少许财物 或者身语 劳作等结上善缘 也将获得同等的善根 特别是对于上师 善知识 暂时的指派或信识 乃至包括清扫 上师的居士在内 都是积累资粮的正道 应当尽力而为 入功德藏中说 决定行持善法者 圣识广积二资时 笔中节能节上缘 义识信使 清扫等 吉劳聚果 圣资道 归一处 以及积累一切资粮的 无上福田 没有比上师更殊胜的 尤其是上师授予灌顶 讲经说法期间 十方三世诸佛菩萨的 大慈大悲和殊胜加持 一同融入他的相续 从而安住于 与诸佛无二无别的境界中 所以 其余时间成百上千次供养 不如此时供养一口食物的福德大 观修一切升起次第的本尊 也是同样 如果能认识到形象 虽然显现为某某本尊 其实本体除了自己的根本上师以外 别无其他 那么 上师的加持 很快就能入于心中 在相续中 升起圆满次第的智慧 也完全依赖于对上师的诚信恭敬 与上师的加持力 只要自己有虔诚的信心 再加上上师的加持 自相续中 一定会升起上师 心相续中所证悟的智慧 所以 生元次第等一切实修所修的本体 都可包括在上师中 所有经典续部中都说 上师就是真佛 功德藏中说 何为归处滋良田 修师于家内外二 所修生元体设师 经续说师为真佛 因此说 上师的秘义始终安住于 与诸佛无二无别之中 然而 正是为了引导我们这些 不清静的所化众生 才化现为人的身相 我们一定要在上师注释期间 全力以赴 依教奉行 通过上面所讲的三种成事 使自己的心与上师的智慧 成为无二无别 相反 如果上师注释时 没有恭敬成事 依教奉行等 而当上师不再试时 却口口声声的说 绘制上师的身相 观修上师瑜伽 修习实相之类的话 然后另辟蹊径 去苦苦寻找别的高深莫测大法 既不具备使上师心相续中的 断正功德 融入自相续的诚信恭敬 也不进行祈祷的 这就是所谓的能修所修相为 要想在中阴界面见上师 承受上师指引道路等 这也需要自己无限的诚信恭敬 与上师的悲心愿力聚合 才会显现这样的境界 当然 上师并不是真正亲身去到中阴界 如果自己不具备虔诚的信心 不恭敬上师 那么无论上师再有多么好 也不可能出现在中阴界为你指引道路 功德藏中说 多数语者会相修 上师在世不成事 不知诗意修实相 能所修为成可悲 无信中阴难见诗 我们首先用智慧来观察上师 这也是指在还没有结上求灌顶 求传法的缘分之前 详加观察 如果真是具足法相的上师 我们就医治 假设不具足法相 就不要去医治 一旦已经医治了上师以后 不管他的行为怎样 都必须看作是善妙的 全部视为功德 生起信心并观清静心 如果生起恶分别念 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换句话说 后患无穷 在观察上师时 我们还要清楚 一般来说 需要是经典续部中所说的 所有功德齐全的一位上师 尤其心相续中 具有菩提心是必要条件 概括而言 观察上师归根到底 可以包含在 观察他是否具备菩提心 这一条件当中 如果他的心相续中 具有菩提心 那么从今以后 不可能不承办弟子们 今生和来世的一切利益 这位上师所传的正法 也是与大乘道息息相关 无论如何 也会令所有的弟子 踏入正道 只要是一位 不具有菩提心的上师 就必然有着 自私自利的牵扯 这样一来 也就不可能很好的调服弟子的相续 不管他所传的法 多么深 多么妙 讲得再怎么天花乱坠 但到头来 也只是落在了 为现实利益的圈子里 因此说 观察上师的一切要点 可以设于观察 具不具有菩提心 这一条件中 如果他的心相续中 变满菩提心 那么无论他的装束等如何 也该一致 假设他的自相续中 不具备菩提心 即使表面上 暂时的出离心 艳离心 专心修法 以及威仪等 再怎么善妙 也不可一致 但是 对于那些自相续 寒而不露 安住的高峰大德 我们这些凡夫人 无论怎样观察 也不能了知 他们与众不同的功德所在 而且大多数骗子 对于装模作样的 妻幼方法 也很高明 冒充圣者骗人的现象 也到处都有 实在难以分清真假 辨别是非 因此 医治自己生生世世 有缘的上师 非常重要 那么 怎样判断 具有缘分的上师呢 如果你念见某某上师 或听到他的语言 甚至只是听到他的尊名 也会周身汗毛树立 万分激动 生起无比信心 心情骤然改变 这说明 他是自己生生世世的上师 不需要进行观察 据说 从前 荣敦拉嘎上师 告诉 米拉日巴尊者说 你生生世世的上师 是住在南方 灼窝龙寺庙的圣者 大义师 马尔巴罗扎 你应当前往南方 去医治他 米拉日巴尊者 仅仅听到 马尔巴尊者的名字 不供信心 便油然而生 他暗自下定决心 纵然遇到生命危险 我也一定要去拜见上师 并且受持上师的义去 后来 当他亲自去拜见上师的时候 马尔巴尊者 以耕田农夫的形象 来迎接他 师徒二人在途中相见时 尽管米拉日巴尊者 并不认识上师 但是在当时 自己今世的所有敏锐分别念 当下全部消失的 无影无踪 他正正地立在那里 总的来说 遇到怎样的上师 也与自己内心清静于否 以及业力 有着密切关系 所以 对于为自己传授 正法窍诀的恩师 不管他行为怎样 我们都要力求做到 心心念念不离 他就是真佛的想法 如果自己没有素适的缘分 就不会有遇到贤善上师的福气 倘若自己内心不清静 那么即使执欲真佛 也不可能将他看作是有功德者 因此 执欲自己素适 受过法恩的上师 这一点相当重要 中间在医治上师的过程中 务必做到不顾寒热饥渴等一切困难 遵照上师的言教去执行 满怀信心 恭敬祈祷 自己临时的一切所作所为 都要请示上师 上师如何吩咐 就如何去做 总之 必须以我意为您知的诚挚信心 来医治上师 所谓最后修学上师的异形 也就是说 对殊胜上师的一切行为 经过一番认真观察之后 自己在实际行动中 也原原本本地 按照那样去修持 世间上 也有一切事情即模仿 模仿之中能生巧这样的俗话 作为修行人 要效仿往昔诸佛菩萨的行为 弟子依止上师 也同样是随学上师 上师的意趣行为怎样 弟子相续中也需要得到 就像神塔小象 从印模中取出来一样 印模中有什么样的图案 全部会显现在神塔小象上 同样 上师心相续中有怎样的功德 弟子也要与上师一模一样 即便不能完全相同 也一定要具有基本相同的功德 因此 首先应当善巧观察上师 中间善巧一指上师 最后善巧修学上师的一行 这样的弟子 无论如何必定会趋入正道 如功德藏中说 首先善巧观察师 中间善巧一指师 最后善巧学一行 此人必将趋正道 所以说 寻觅到一位具有一切功德的殊胜善知识 一指期间要不顾惜生身性命 就像长提菩萨一指法圣菩萨 大智者纳若巴一指圣者蒂洛巴 米拉日巴尊者一指马尔巴罗扎尊者那样 那么 长提菩萨是如何一指法圣菩萨的呢 从前 长提菩萨到处寻觅智慧波罗密多法门 一次来到一片旷野上 从空中传来这样的声音 善男子前往东方 将会听闻到智慧波罗密多 不要再以身体劳累 昏沉睡眠 寒冷炎热 白昼黑夜 也不要左顾右盼 而当勇往直前 不久 你就会获得智慧波罗密多的经典 见到具有智慧波罗密多法门的说法底丘 耳时 善男子 你当在这位圣者面前听闻智慧波罗密多 对他生起本思想 并且恭敬正法 随后一指而行 即使见他享受五种玉妙 也要了知那是菩萨的善巧方便 千万不能失去信心 听到这番话 长提菩萨举步便前往东方 没走多远 他意识到 我怎么没有问问那声音到底需要走多远啊 现在我根本不知道宣讲智慧波罗密多法的地方到底该往哪里走呀 想着想着不禁伤心的师生痛哭起来 他一边啼哭一边按下决心 在没有闻受智慧波罗密多法门之前 我绝不在意辛劳疲惫 又告诉他说 距离此地五百游巡的地方 有一座名叫香姬的城市 周围有五百个七宝性质的灵院环绕 一切功德极祥圆满 位于十字中央的就是法圣菩萨的七宝宫殿 周围达意游巡 灵院等受用齐全 法圣大菩萨及其眷属六万八千女众聚集一堂 五种玉庙应有尽有 他们尽情享受希乐 法圣菩萨三十位身居于此的众眷属宣讲智慧波罗密多 你前去他坐下 就会闻受到智慧波罗密多 长提菩萨听到这话以后 处在无所作义的境界中 当下便清晰地听到了法圣菩萨在那里宣讲智慧波罗密多的法语 也现前了许多禅定法门 并且目睹了十方世界无量佛陀在宣说智慧波罗密多 他们说法之后又同声赞叹法圣菩萨 随即就从视野中消失不见了 长提菩萨对法圣菩萨生起了无限的欢喜心 信心和恭敬心 他想 我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前去拜见法圣菩萨呢 我非常贫穷 可以用来供养善知识法圣菩萨的衣裳 珍宝 妙香 珍珠等资具一无所有 我应当出卖自己的身体 将由此得来的资财献给法圣菩萨 自从无始以来 在流转生死轮回的过程中 我曾经出卖过无数无量的身体 而且以贪欲之音 无数次身躲地狱 遭受坎戈 那样白白的虚度 既不是为了求得这样的正法 也不是为了供养这样的圣贤 于是他便到集市中心高声叫买 谁想买人 有谁想买人吗 魔王波寻对长提菩萨为正法这般苦行 心生极度 而从中作梗 以至于没有任何人听见他的叫卖声 长提菩萨没有找到买自己身体的人 便到一旁悲伤哭泣泪水 夺眶而出 此时此刻 地势天王 想观察长提菩萨的意乐 于是化为婆罗门的身相 来到他的面前说 虽然我不需要人 可是我要做一次共施 急需人肉 人油 以及人的骨髓 如果你肯卖 我可以给适当的价钱 长提菩萨喜出望外 毫不犹豫的 用利刃刺穿右手 鲜血顿时喷出 他又割下右腿上的筋肉 然后到墙脚下准备砍断骨骼 取出骨髓 正在这时 一位商主的女儿从楼上见到此情此景 吃惊飞小 他来到近前不解地问 善男子 您为何这般折磨自己呢 长提菩萨向他讲述了为供养法圣菩萨而卖身的经过 他又继续问 那么对他做如此成事会得到什么功德呢 长提菩萨告诉他 他宣讲一切菩萨的善巧方便 以及智慧波罗密多 如果依此修学 就能获得具足圆满功德 一切便知的佛果 还能够将妙法如一宝 分享给一切众生 那位小姐听到此话 深为感动地说 就是为了那些功德中的每一份功德 舍弃横河杀树身体也值得 但是请您不要令自己遭受如此的疼痛 供养法圣菩萨所需的一切资据 我来给您 并且我也与您结伴前去法圣菩萨处 我也希望得到那些功德 增长善根 此时 帝氏天王也献出了自己的身相 对长提菩萨说 我是帝氏天 是为了观察你的意乐而来 你需求什么 我可以拱手奉送 长提菩萨说 请赐给我佛陀的无上功德 帝氏天说 这不是我的境界 实在无能为力 长提菩萨说 那么我的身体要完好无损 不需要您费力 我可以依靠真实地的加持 是什么真实地呢 他随即说道 但愿以诸佛不退转受祭之地时 与我自己坚定不移之殊胜意乐的真实地 以及此等真实语 使我的身体恢复如初 话音刚落 他的身体便与从前一模一样了 这时帝氏天也不见了 于是长提菩萨与商主之女一同来到他的父母家中 将事情前前后后的经过讲述一番之后 取了许多供养的资具 就这样 商主的女儿及五百名侍女一起坐上马车 连同商主 夫人及诸多随从一起奔赴东方 当他们一行人来到相机城时 法圣菩萨正在为成百上千的眷属宣讲正法 见此情景后 长提菩萨获得了比丘入定般的安乐 众人立即下马车 直往法圣菩萨面前行去 那里有一所七宝组成的智慧波罗密多宫殿 由红色沾檀岩室 各种珍珠阴落覆盖 四方安置四盏如意宝灯 在四个白银香炉中 燃着的全是黑尘熏香 中央的四宝窃内 放置有用琉璃溶液 撰写在金箔上的智慧波罗密多 有众多天人前来供养精寒 长提菩萨 商主之女 及五百女仆做了善妙供养 之后来到法圣菩萨 为众人传法的坐前 长提菩萨及五百随从 将所带来的贡品 敬献给法圣菩萨 商主之女及其侍女 发了殊胜菩提心 因为长提菩萨问了 前面见到的诸佛 是从何而来 去于何处 法圣菩萨宣讲了 诸佛无来无去品 随后从法座上站起来 回到经舍 七年间安住于一等池的禅定中 在此期间 长提菩萨与五百女众眷属 始终未曾合过眼 也没有安坐一刻 仅仅以战力行走两种威夷度日 一心期盼着法圣菩萨出定演说妙法 七年即将过去之时 诸天人告诉长提菩萨 现在离法圣菩萨出定宣讲正法 还有七天 于是他与五百女众眷属一起 去对法圣菩萨将要传法处 一游巡以内的地方 进行清扫 为了不起灰尘 首先需要洒水石 魔王波寻使所有的水都不见了 长提菩萨便刺破自己身体的脉管 用鲜血撒地压尘 商主之女与五百眷属 也刺破各自身体的脉管 撒血压尘 这时 帝氏天王将所有的鲜血 用天静的红毡盘加持 使那块地就变成了红色 长提菩萨及其眷属 设置狮子座 一切尘设圆满就绪之后 法圣菩萨入座 宣讲了智慧波罗密多 听到智慧波罗密多法语后 长提菩萨获得了六百万禅定法门 侵赌无数佛陀 从此以后 在梦中也常常念见如来 据说 现今长提菩萨在妙音无尽如来坐下 大智者纳若巴一指地洛巴尊者期间 也经历了千辛万苦 长前所说 地洛巴尊者以乞丐的形象安坐时 纳若巴上前拜见后请求设寿 地洛巴尊者最后答应了 此后上师无论走到哪里 都把他带在身边 可是一直没有给他传法 一日 地洛巴尊者带着纳若巴 来到一座九层楼的楼顶上 说 依照上师言教行持 却不知有没有能从此楼顶跳下去的 纳若巴想 这里没有其他人 这话肯定是对我自己说的 于是他从楼顶纵身跳下 几乎粉身碎骨 受了无量的疼痛和痛苦 上师来到近前问他 痛吗 他回答 何止是痛啊 简直就成了尸体一样 经过地洛巴尊者的加持 他的身体恢复如初 上师又将他带到了一处 吩咐说 纳若巴 生火 等到火生好之后 上师将许多长长的竹竿 涂满油放在火上烤 然后做成非常坚硬 锐利无比的竹刺 依照上师的言教奉行 也需要经历这样的苦难 说吧 便将这些竹刺插入纳若巴的手指和脚趾间 他身体的所有关节都已僵直 感受了无法忍受的痛苦 事后上师就到别的地方去了 几天过后才回来取出那些竹刺 纳若巴的伤口流出许多鲜血和浓水 毕若巴尊者做了加持以后带着他走 一天 上师说纳若巴 现在我肚子饿了 你去讨一些吃的吧 纳若巴来到许多农夫正在吃饭的地方 讨回满满一拖把热气腾腾的西州 供养上师 毕若巴尊者面带笑容 有滋有味地吃着 显得格外欢喜 纳若巴心想 我以前跟随上师 做过那么多事 可从来没有见过上师像这次这么高兴 如果现在再去讨药 会不会还得到少许 于是他又带着拖把去了 结果发现那些农夫已经下地干活去了 剩下的西州放在原地 他想 现在我偷一点也没事吧 于是拿起便逃 没想到被那些农夫看到了 他们追赶上来逮住他 不由分说 一顿痛打 差点要了他的命 纳若巴疼得叫苦连天 实在爬不起来 就只好在原地躺了几天 上师前来为他加持 之后又带着他云游 还有一次 毕若巴尊者说 那若巴 我现在需要许多财物 你去偷吧 他二话不说 便到一位富翁家去行窃 结果被人发掘后抓住 又被打得死去活来 几天后 上师来到他面前问 痛吗 他如前回答 何止是痛 简直成了尸体一样 上师做了加持后 又将他带走 这样的大苦行 宝藏了十二次 另外还有十二次小苦行 前前后后加起来 共经历了二十四种苦行 所有的苦行圆满 终于有一篇 毕若巴尊者说 那若巴 你去打水来 我在这里生火 那若巴提水回来时 上师生完火后便站起 来到他面前 左手抓住那若巴的喉翘说 那若巴 把头伸过来 说吧 右手脱掉鞋子 拿起鞋 便猛击他的额头 那若巴一下子昏了过去 完全失去知觉 等到苏醒过来的时候 他的相续中 升起了上师 新相续中 所有的功德 师徒二人的义去 成了无二无别 就这样 大智者 那若巴所经历的 这二十四次苦行 实际上 都是上师的吩咐 结果全部成了 清静业障的方便 虽然表面上看来 似乎只是无意的徒劳 感觉没有一个是正法 而且上师也从来没有宣说一句正法 弟子也未曾实地修行过一次诸如顶礼之类的善法 但是因为遇到了成就者的上师后 全然不顾艰难困苦 百分之百依教奉行 从而使障碍得以清静 在相续中生起了正物 所有的修法当中 再也没有超过遵照上师 言教行使的修法了 可见 依教奉行的功德利益 有多么广大 相反 对上师的教言 置之不理的过失 也特别严重 有一次 蒂洛巴尊者说 纳若巴 你不要担任 布扎马西拉寺护门班智达的职务 后来 纳若巴去印度中部地区时 正巧遇到布扎马西拉寺护门班智达原记了 没有其他人能够与外道辩论 该次住持便请求他说 无论如何 请您做北门的护门班智达 经过再三恳求之后 他担任了北门的护门职务 一次他与外道辩论 接连几天也不能取胜 于是祈祷上师 一日他定睛一看 蒂洛巴尊者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他说 上师 您的悲心实在微弱 不早些降临 上师说 我不是说过 不让你做护门班智达吗 现在 你将我观想在头顶上 以气颗印指着外道进行辩论 纳若巴依照上师所说而行 结果大获全胜 一举击败外道的所有唇枪舌剑 米拉日巴尊者 依指马尔巴罗扎尊者的情节 从前在阿里贡堂地方 有一个名叫米拉西日 木屠穷家村的富翁 他膝下有子女两个 长子叫做米拉文喜 也就是至尊米拉日巴 在他们兄妹童年时 父亲不幸去世 家中所有的财产 全部被伯父永仲家村 大为己有 他们母子三人 饮食财产一无所有 备受种种艰辛 后来米拉日巴 从永敦措家和垃圾额穷那里 学了咒术与降冰雹术 压死了伯父的儿子 儿媳等三十五人 因为当地的人们 欺人太甚 所以他又降了三强板高的冰雹 米拉日巴对以往所造的恶业 追悔莫及 于是升起修法之心 遵从上师永敦的言教 来到一位大圆满上师 荣敦拉嘎面前求法 荣敦拉嘎上师说 我这个殊胜大圆满法门 根为升起殊胜 并为获得殊胜 果为证悟殊胜 白天修白天成佛 晚上修晚上成佛 具有溯源者不需要修 仅仅听闻就能解脱 这是极为立根者 才有缘分修行的法门 现在我将这个法赐给你 于是上师为他灌顶 并传授窍诀 米拉日巴心里想 我最初学咒术的时候 仅仅用了十四天就以大殿成效 学降冰雹术术也只用七天就成功了 看来这一法门与咒术降冰雹术相比更为容易 白天修白天成佛 晚上修晚上成佛 具溯源者无需修 我既然已经遇到此法 也算是具有溯源的人 所以他没有修行 整天沉沉沉于睡眠之中 结果正法与人的相续以背道而驰 就这样过了几天 一日上师对他说 听说你是个大罪人 这话确实是真的 我对此法也有点过于夸张 看来现在我无法调伏你 在南沿卓龙寺 有印度大成就者 纳若巴的亲传弟子 圣者大议师马尔巴罗扎 他是新密宗的成就者 三帝无与伦比 你与他具有前世的缘分 你前去那里好了 当时米拉日巴 仅仅听到马尔巴议师的尊名 内心说不出的欢喜 前身汗毛树立 无比安乐 热泪盈眶 生起无比的诚信与恭敬 父亲暗想 不知何时才能遇到上师 得以见面 于是他立即启程前往南沿 与此同时 上师佛父佛母 也出现了许多殊胜梦境 直到至尊米拉日巴将要到来 于是马尔巴尊者 便装扮成耕地的农夫 到隆达路边迎接他 米拉日巴尊者首先遇到上师之子 达玛多德威在放牧 然后继续向前走 在路口遇到马尔巴上师在耕地 刚刚见面就产生了不可思议 不可言表的喜悦之情 灭尽了今世所有的分别念 稍正片刻 当时他并不认识上师 所以讲述了前来拜见马尔巴上师的原因 上师说 我可以把你介绍给马尔巴 你来帮我耕这块地 说完给了他满满一瓶酒就走了 米拉日巴尊者把留下的酒一饮而尽 刚好跟完土地的时候 上师叫他的儿子来唤米拉日巴 一起回去拜见上师 米拉日巴来到马尔巴一师面前 顶礼后说道 上师啊 我是来自拉多地方的一个大罪人 愿将身与义三门供养上师 请求上师恩赐衣食与正法 愿我即生成佛 上师说 罪孽深重 怪不得我 也不是我让你造罪的 不过你究竟造了什么罪 于是米拉日巴详详细细地叙述了造罪的经过 上师说 不管怎样 供养身与义很好 但是衣食和正法三者不能全部给你 要么给你衣食 你去别处求法 或者传授正法 你到别处寻找衣食 二者只能选择其一 如果选择我赐给正法 即生是否能成佛 主要还是依靠你自己的精进与毅力 米拉日巴尊者说 我前来医职上师的目的就是求法 衣食可以去别处寻找 于是他在上师那里住了几天后 就到南岩一带画园去了 结果得到了二十一藏斗青科 他用其中的十四藏斗青科 兑换了一口四角铜锅 剩余的七藏斗青科装入口袋里 然后带上铜锅等回到上师面前供养 米拉日巴将青科堆进上师房里并放在地上 几乎站满了整个房间 上师站起来骂道 你这个小伙子好大的力气 你想用手力压死我们这些人呀 赶快把青科给我拿出去 边说边用脚踢他 必须将这些青科弄到外面去 最后米拉日巴尊者只供养了那口空空的铜锅 一次上师说 许多来自卫藏 对我有信心的弟子 经常遭到亚卓达隆巴及浪巴地区人们的殴打 以致不能顺利前来供养饮食 你到那两处降一次冰雹 这也是修法 如果有效 我会传你翘诀 于是米拉日巴到那两个地方降了冰雹 回来后请求上师赐予翘诀 上师说 你降了三粒冰雹 就想得到我辛辛苦苦从印度求来的法 如果真想要得法 南沿拉卡瓦地区的人们经常殴打我那些来自聂洛若的弟子们 并且对我也是非常轻蔑 你去那里诅咒他们 如果咒术灵验 卓见成效 那么我就把大智者 纳若巴一生一世成佛的窍诀传授给你 在那一处 咒力同样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回来后他又向上师求法 上师冷笑道 嘿嘿 你想要我不惜生命求得的那些 还带有空行温热气息的窍诀 作为你造罪业的上资品吗 是开玩笑还勉强可以 这实在太可笑 如果不是我而换了另一个人的话 也可能杀了你 现在你自己去赔偿亚卓地区人们的庄稼 使拉卡瓦所有人们起死为生 假设能做到这一点 我就传给你窍诀 否则不要来我这里 受到上师这样的贺责 他伤心到极点 几乎万念俱灰 哭了很长时间 第二天早晨 上师来安慰他说 昨晚我对你训斥的太重了 你别不高兴 慢慢来 不要着急 我会传给你窍诀 你是一个勤于做事的人 你帮我儿子达玛多德建造一座房子 竣工之后 我不但传你窍诀 还将为你准备衣食 米拉日巴说 在这期间 如果我没有得到法 而死去了怎么办呢 上师说 我可以保证这期间你不会死 对法也不能太夸张 据说你是一个十分精进的人 如果能够下苦功夫修我的跳绝 或许即生也能成佛 这样 尊尊教诲一番以后 让米拉日巴在东山建一座圆形房屋 在西山建一座半圆形房屋 与北山建一座三角形房屋 当所有的房屋仅建到一半的时候 上师又来贺责 命令他全部拆毁 并将土石放回原处 在飞运这些土石的过程中 米拉日巴后背生了一个窗 他想 如果请上师过目 只有挨骂 假设请师母看 又会说在夸功 所以没有给他们看 只好独自哭泣 随后 他招呼道友去祈求传法 师母也请求上师赐法于他 上师对师母说 你去准备一些丰盛的饮食 然后带他到我这里来 米拉日巴来了以后 上师念完皈依的传承 传完皈依界以后 对他说 这些都是共同之法 如果想要不供密宗 撬绝 也需要按照这样去做 随即 又简略地讲述了 纳若巴传记中苦行的情况 接着问道 你能够这样苦行吗 看来很困难吧 听到这些 米拉日巴升起了强烈的信金 泪流满面 并且立下了 尽尊师命的坚定誓言 几天过后 上师出去 又将他带到西南方向 一处显要位置说 你在这里建造一幢灰白色 四方形的九层楼 加上宝顶共十层 建好后 不会再让你拆毁 并且传给你翘诀 你一心修持时 我将为你准备修行的口粮 当他在打地基的时候 上师的三大义子游戏过程中 滚来了一块大石头 他也就顺势用来弃地基 二层楼刚刚修好 上师来看 指着那块基石问道 这块石头是从哪里取来的 他讲述了缘由 上师说 我的那几位弟子 是修生缘次地的瑜伽士 他们岂能做你的奴仆 快取出那块石头 送回原处 他又从房顶开始拆掉 取出那块石头 送回到原处 上师又说 你自己再搬回来放上吧 他又搬来如前一样放好 继续建造 当第七层楼建起时 他的腰部又升了一个窗 上师又来对他说 你暂时把这个工程放下来 在下面修一座带有十二根柱子的内垫 他又开始修建 当这一建筑竣工时 脊背上又升了一个窗 当时藏戎地方的梅敦春波 来求圣乐金刚的灌顶 多乐地方的侧敦望额 求密集金刚的灌顶 他们二人来时 因为建房这一事情 马上就要完成了 所以米拉日巴就跑去 希望能得到灌顶 他坐在灌顶行列中 结果又遭到上师的责骂和痛打 并被从灌顶行列中赶了出来 当时米拉日巴整个背上已是伤痕累累 三个窗口流出浓血 疼痛难忍 可是他仍然背上吐气 继续修建房子 又有一次 荣帝的厄敦秋多 来求洗金刚的灌顶 当时师母将私放财产 一颗大松耳石给了他 让他作为灌顶供品 他又坐在灌顶行列中 结果也像上次一样 挨了一顿痛打和责骂 依旧没有得到灌顶 他想 现在肯定不会得到法了 于是他漂泊一乡 到了南沿地区 一户人家请他念诵 般若八千诵 在那里 他看到了长皮菩萨的传记 以此为原 他想 为求正法要坚持苦行 恭敬上师 依教奉行 令师欢喜 于是他便返回来 回到上师那里后 还是依然如故的 一味挨打受骂 正当他极度伤心 感到绝望的时候 师母派他到 厄敦上师面前 取求法 厄敦上师传给他 撬绝后 他尽情羞耻 但是因为没有得到 上师的允许 所以未能生起少许功德 后来 遵照上师的吩咐 随厄敦上师一起 到马尔巴上师面前 一日 在一次会共的行列中 上师严厉喝泽了他 和厄敦上师 及师母 又狠狠地打了他们 并将米拉日巴赶了出去 他心想 我所造恶业的罪账 如此深重 不但自己受苦 还连累厄敦上师 及师母 受这样的罪 看来现在实在 得不到正法 反而只有造罪 还不如自杀死了好 想到这里 他准备自尽 幸好被厄敦上师劝住 这时 马尔巴上师 怒气已消 将他们师徒 二人换到面前 从此 真正开始 涉受了他 并传授了许多 善妙的教会 给他取名为米拉金刚床 圣乐金刚灌顶时 上师限量显示了 六十二本尊坛城 赐他命名为孝金刚 所有的灌顶与窍诀 以满瓶倾泻的方式 毫无保留的 全盘传授给他 米拉日巴也是 历尽千万苦行 修持正法 终于获得了 共同和殊胜的成就 印度藏地 曾经出世的大智者 十名成就者 也都是一指真正的善知识 随即完完全全 依教奉行 最后 与上师一去 成为无二无别的 所以 我们对上师的一切行为 举止 绝不能视为颠倒 也万万不可 怀有狡猾心态 必须以正直的秉性 老老实实地 依止上师 否则 仅仅说一句 小小妄语的罪业 也是极其严重的 从前 一位大成就者的弟子 涉受了众多眷属 一次 他正在传法时 他的上师 以乞丐的形象 来到他面前 他不好意思在大庭广众之中 顶礼自己的上师 便装作没看到 下午传法结束后 他立即去拜见上师 恭敬顶礼 上师问 刚才为什么不顶礼 他妄言回答说 我没有看见上师 话刚出口 他的两颗眼珠 顿时落地 后来 他请求上师宽恕 并说了实话 蒙受上师加持后 他的眼睛才得以恢复 此外 印度大成就者 黑行大师 有一次和众多眷属 一起航船渡海时 他想 我的上师 虽然是真正的成就者 但从世间的眷属 受用等方面来说 还是我更生一筹 刚刚升起这个念头 航船即刻沉入海中 在水中遇到极大的艰难时 他马上祈祷上师 上师亲自降临 解除了他的部位 上师说 因你生起了很大的傲慢心 所以得到这样的报应 实际上 我也是没有致力于 寻求眷属受用 否则 如果我也将精力 放在这上面的话 成为与你同样的人 肯定不成问题 往昔出示了说不尽数不清的佛陀 他们的大慈大悲 也无法救度的我们这些众生 直到现在仍然遗留在轮回的大苦海中 昔日涌现了不可思议的成就者 高僧大德 可是我们也没有能成为他们慈悲观照的对劲 甚至连念见他们的缘分也没有 如今佛法已到了末期 在五浊横流的这一时代 许多人虽然获得了人参 但只是随着不善业而转 不明取舍的道理 犹如无依无靠的盲人 漂泊在空旷的荒野中一样 此时此刻 诸位上师 善知识 大德 以无量悲心垂念我们 他们相应所化众生 各自不同的缘分 而以不同普特加罗的身相陷于世间 本来他们安住于佛的秘义中 但是行为却随顺我等凡夫人 通过善巧方便设受 使我们驱入殊胜正法之门 打开我们取舍的双眼 无有错谬 无有迷乱的只是解脱辩知的圣道 实际上 上师的功德与诸佛无有差别 而且对我们来说 上师则以圣过诸佛的恩德予以救护 因此 我们应当随时随地 以三种信心 全力以赴 谨慎 依止上师 虽欲圣事仍为烈行诱 虽获圣道仍挑非道中 我与如我恶性诸有情 正法调伏自序起加持 依止上师之引导中 共同前行圆满意